今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有个人过来敲我的车窗 看一下这箱油跑了多远 早上好早上好 昨天晚上又在野外睡了一天啊 今天早上起来啊 一切正常 门是正常锁起来的 电也是正常断掉了 这个好像也不太好说啊 我只能说门把手是正常收回去的 但是这个锁的图标的灯没有亮啊 我现在又不知道我是解锁状态 还是锁定状态了 启动是一下 现在是启动了 启动了后这个锁的图标是亮的啊 因为门把手昨天我记得是弹出来的 今天是收进去的 而且就算是没有锁定的状态 别人在外面也打不开门呀 因为没有门把手嘛 而且锁起来也真的是特别特别巧 我感觉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幸运体质的啊 昨天早上起来我的车自动解锁了 但是晚上没有人来找我 今天我的车没有自动解锁 早上居然有人来找我 先是早上的不到八点钟 我一般正常睡觉的话是要睡到九十点钟的 今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有个人过来敲我的车窗 然后给我说了叭叭叭叭 说了好像是西班牙语还是什么吧 应该不算是英语 因为我听不懂 他敲了他车窗然后正把我敲醒了 我正准备起来跟他对话 然后他就跑了 他跑哪里去啊呢 他跑到后面 后面当时突然有一个很长的大车 就停在这个后面 然后他就跑去跟那个大车司机说话了 后面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对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那个时候我的车解锁了 他啪 车门一拉他就进来了 随便拿个什么手机啊电脑啊之类的东西跑 我追都没法追 因为当时我身上是没穿衣服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干嘛的 反正他最后是走了 那目前就只能说这个自动解锁 具体触发的条件是啥 目前也不确定 再多观察几天试一下啊 昨天晚上在这里录的营啊 这周围的垃圾都还是蛮多的 这边这边 全是垃圾 很多人想知道我在车里面是怎么睡的 正好现在还没有收拾呢 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把后排放倒了以后 人就在这边睡 我的行李在这里排成了一溜 本来我头部这个位置是有一块挡板的 但是中途不知道是哪个环节被搞掉了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是拿个东西垫在这里 拿我的书包拿来当枕头啊 像这种沙漠地区或者说是戈壁地区 白天特别特别热 三十五六度 但是晚上还是蛮冷的 所以我用上了我的羽绒睡袋 睡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其实在车里面睡觉 只要不是夏天特别热 偏冷一点的秋天 睡起来是最舒服的 在外面打了三天的野 今天找了一个小小的度假酒店来休息一下 洗洗澡 洗洗衣服 这个地方还蛮大的啊 我的房间在那边 我现在准备把车开过去 刚刚去前台帮忙入住了 到了啊 这个有点像汽车旅馆了 其实可以把车就停在房门口 还是相当舒服啊 我最讨厌就是那种车停在非常远的位置 嗨 嗨 那这边都是度假的人很多啊 这个地方 他给了我两张卡 这个哪张卡是啊 我看一下 那两张卡都是吗 没反应呢 这也没反应啊 我靠 反过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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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开门吗 是的,因为我重复看的一件事 有一件事不合格 你是否合格不合格?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一件事吗 最后一件事 一件事 对,所以你会一个人的事 所以你会有两件事 所以那一件事先试一下 是的 是的,把它全部放进去 对 是的,但是一件事不合格 这样一件事 一件事不合格 我试过很多次 是的 因为第一件事不合格 而且第二件事不合格 我现在要去我的轮程 但現在我擔心把鑰匙藏起來 好,好幸運 我會說,直接上去告訴他們 對,對,對,謝謝 對,再見 哇靠,這運氣 怎麼突然打開了? 這... 好像這張卡打開了 不敢怎麼說,打開了就行 它這個空調已經是自動打開了 這裡面好涼快 一個大床,電視機 有冰箱,微波爐 哇,這浴室 在這裡 哇,這還可以啊 有浴缸,有馬桶 衛生巾也還挺大的 光線也不錯 還有運衣服的 必須得洗個衣服了今天 不錯不錯啊 在這裡先修整一下吧 我看了一下地圖 說是有洗衣服的地方 但是他們洗衣服要下個APP 然後APP付錢 我剛剛問的前台 我看一下能不能去瞄一眼啊 長什麼樣的 這裡還有游泳池呢 但是現在正在打掃 還沒開放 我一個汗鴨子 游泳池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啊 找到洗衣房了 在這裡啊 有四台洗衣機 看上去馬馬虎虎吧 拿來洗一下外衣外褲還是沒問題的 就是不知道要多少錢啊 我把APP銷好了 然後還註冊好了 但是它這個APP特別特別狗啊 你如果不先充錢的話 是沒有辦法看它要多少錢的 必須要先充錢 才可以繼續下一步 這不扯淡嗎 萬一洗個衣服它要我十美金 那我還洗個鬼啊 算了我自己手洗吧 看上去還是蠻乾淨的 已經打掃過了 可惜我不會游泳 相比起來我還是更喜歡做親女 親女人多 可以跟他們聊天交朋友 你不想跟他們聊天交朋友 你自己帶著也行 第二個嘛就是親女有廚房 可以自己做吃的 像這種度假村 它周圍都沒有什麼超市 也沒有什麼餐廳啊 我剛剛一路開過來 路上是沒有看到這種東西的 所以吃飯的話不是很方便 優點嘛就是你一個人住一間房 晚上可以睡的比較香一點啊 睡的比較自由一點 各有優缺點吧 反正結合起來交叉著住 車裡面也睡一下 這種酒店也睡一下 親女也睡一下 都體驗一下也挺好 無語了 這個還是非常難打開啊 我去前台給它說一下 看能不能換個卡 好了處理完畢啊 它又給我重新刷了一下這個磁條吧 可能是 它說是讓我遠離手機啊 遠離金屬啊那種東西 那它這個消磁消得也太容易了吧 現在我去試一下 兄弟們 我又回來了 一次成功 哎漂亮 好了乾真事 起床了 又是一天過去了 現在已經是下午的四點鐘了 我今天沒有偷懶啊 我今天早上八點多就起來了 然後直播了一個多小時 就開始剪視頻 剪完視頻 11點退房 退房了以後去金拱門吃了一個飯 主要是想撐上他們的WiFi 我去那邊傳了一下視頻 哦 不管是我昨天住的地方 還是今天的這個麥當勞 速度都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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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只有四五百K每秒 我就在那裡傳呀傳呀傳 好不容易傳完一集視頻 已經是過了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了 但是 在我上傳封面的時候 它這個網絡無論如何都傳不了 我要用我的手機流量也傳不了 我又回到了昨天住的那個酒店 我去蹭了一下WiFi也傳不了 這個網速都不行 我不知道抖音的這個後台 他們怎麼弄的啊 反正就是上傳封面這個功能 需要用到特別特別多的流量 而且需要網絡比較快的那種 反正就這個過程啊 又浪費了一兩個小時 因為這個視頻不傳封面 是沒有辦法發布的 接著呢我就靈光一閃 因為在我的印象裡面 麥當勞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我就想可能是這一個麥當勞不行 我就又開了一段距離 開了一個比較遠的麥當勞 哎 你猜怎麼著 那邊的速度超級快啊 我就瞬間把今天早上剪好的視頻 然後上傳好了 然後呢又在麥當勞那裡坐著 又剪視頻 然後又框框框的上傳 七頂八當的一搞 搞到差不多20分鐘以前結束 接著呢我就來這邊的超市啊 買了牛奶啊 買了一些吃的 這個小鎮其實我感覺還可以啊 這是我一不小心走過來的小鎮 這邊人還挺友好的 我剛剛在這裡停車 我對面停了一輛特斯拉 那裡面的一對夫婦 然後也是很友好的問我 哎你這個車啊 是什麼車啊 什麼車牌怎麼來的 然後框框給我聊半天 我進超市了以後 我在那裡正在買這個芒果乾呢 我旁邊那個老太太突然跑過來 跟我說啊我喜歡你的這個頭髮顏色 反正也挺有意思啊 因為我要去墨西哥嘛 所以這兩天我也是面臨了一些 比較艱難的選擇啊 我現在呢是位於 洛杉磯跟他們這個邊境中間 一個很中間的位置 我要去墨西哥的話 有兩條路可以選 一個是往洛杉磯下面 聖地亞哥的這個邊境來走 另外一個呢就是從我這個地方 叫中旅泉好像 從這個地方直接往下走 這兩個地方的邊境口岸 我上網搜了一下 看一下他們的評價啊 在洛杉磯下面的那個口岸 得旁邊的一個口岸 那個口岸的口碑比較好 說是人比較友好 然後聖地亞哥下去的那個口岸呢 口碑一半一半啊 現在我直接下去的這個口岸呢 口碑也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幾天我也是有一點小小的糾結 進墨西哥的話其實要辦兩個東西 不是那麼的方便 因為他們是說西班牙語的 而且他們工作人員很可能是不會說英語的 還有就是我不是一直在取美金嗎 我在這邊一路上去了好多天嘛 但是他們都取不出來 因為我這是一年的卡嘛 經過糾結以後 我最終還是決定直接南下吧 往墨西卡利那個方向去 如果那個邊境真的很麻煩的話 我再調轉槍頭去另外一邊吧 之所以遲遲沒有動燒 是因為我沒有上岸 我上了岸 就從海中蛟龍變成路上的毛鱗 該死 又到了加油時刻啊 看一下這箱油跑了多遠 750公里 我這剩餘續航估計還有50 也就是說這箱油跑了800公里 開始加油 選了一家便宜的 路上的話最貴的要5塊多 然後我選了一家4塊4的 它這上面還有警告標誌 就是說不能給那種容器加汽油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用不到我汽油爐的原因 而且我自己也試了一下 它這個往容器裡面加油的時候 它是不出油的 可能它有什麼判斷的東西在裡面啊 我才發現這個旁邊 還有自己洗玻璃的東西 那我自己來掛兩下吧 這上面全是那個沙子 哎 主打一個專業啊 掛的還是蠻乾淨 哦我知道了 它這個槍如果是彈出狀態啊 這樣是出不了油的 我要用力往裡面懟 哎這個時候它才會出油 這次加油一共加了17.2加輪 76美元 把車為了寶寶的了啊 據我的了解 傳說墨西哥的油價比美國還要高 所以在美國的時候盡量把油加滿吧 而且在墨西哥加油站 用卡去加油的話 據說倒刷的概率比較高啊 繼續清零看一下這箱油 可以跑多遠 又馬上12點了 簡易晚上的視頻 準備睡覺啊 明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就嘗試一下進入墨西哥 好了那這支視頻就這樣了 如果喜歡的視頻就點個關鍵點個讚 我是大橙子啊 拜拜